在錄的時候就覺得 當然因為覺得劇很有趣 就像我剛剛說的 然後音樂也都好好聽 所以當然那個時候 就跟Derry說 哇這個要是你們開始 你知道歐腳了 真的製作了 一定要跟我講 我要來參加我的神 結果還等了兩年多三年 還真的就是開始要製作了 我當然就是要來參加 Audition As they does Is a figment of your imagination A world crafted for interpretation Try to put aside your extensive learning A little less intellectual yearning 非常非常開心 可以擔任女主角的工作 所以會非常想要盡力把它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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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把它做好 Derek幫我們介紹一下女主角的 在這個劇情裡面的發展好不好 女主角她名字叫Pulima 她是希拉雅的一個女子 然後她是受過荷蘭教育的 所以她其實相當 就是說知識水準在各方面都非常的高 其實跟荷蘭人是差不多的 是 所以這個女主角其實最後愛上我們的男主角 其實對於這個女主角 雖然她就是受過很大的荷蘭訓練或是什麼 可是她 好吧 我們設定上她也是我的親戚表妹 可是我其實非常的不能夠諒解她 因為她越來越像一個荷蘭人 說話方式 看待事情的方法等等 我覺得她失去一個所謂 身為原住民的一個驕傲或是靈魂 我有時候其實是這樣看待她的 對 那當然在過程中 慢慢發現 因為接觸更多的人 才發現說 可能原來不是這樣 可是對於一開始 我沒有辦法接受 竟然去學 人家的東西跑過來教我們 就是你們難道不知道就是這些荷蘭人 見學校辦教育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對 所以我就覺得 看她很不順眼這樣 不要再說她 你現在很入戲 不要再提這個人 對 我們剛剛說其實有很多的外國演員 所以我們舞台上還有 我們有幾位外國演員 像說演那個總督的 是 對 她是我一位這個來自菲律賓的朋友 她也是 愛樂的三大南高音之一 她的聲音非常的溫暖 非常的好聽 是 她演總督 對 總督 然後我們有另外一位 她是東歐人 但是她是法國法籍的 是 然後就是她的中文也非常好 她是演總督的哥哥 然後就是上校 她的官位是上校 然後她是演壞人 壞人 想要謀殺我們這個西拉雅的這些族人 對 然後還有殺這個我們的男主角 然後呢 外國人還有一位是我們的男主角就是 意大利人 叫做Giovanni 對 然後她是扮演這個混血的軍官 對 對 我們那時候其實去參加你們記者會的時候發現他們中文都好到不行 是 是 是 你們在排練的時候是講中文還講英文 大部分是英文 英文有翻譯 因為一開始導演要求說在排練場只能說英文 是不是 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英文的演出嘛 對 而且我們一些演員的英文程度可能也沒有這麼的理想 對 所以她這樣子的要求也希望我們能夠熟悉這個語言 因為畢竟是一個表演的工具 嗯嗯嗯 對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演我女朋友 來介紹一下她 她是從香港過來的 特地從香港爬來台灣這邊做征選 那她的能力也很強 聲音方面演戲還有肢體 也很高興有她的加入這樣子 對 對 因為她說香港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有這樣一個workshop的機會 然後 對 哇 這其實走過漫長的九年的歷程 然後Derek在這個歷程中間這麼辛苦 你有曾經想要放棄過嗎 嗯 其實第一年啦 第一年就想放棄 對 其實跨路之後 其實是無知而跨路嘛 無知而跨路 覺得演舞台劇比送人上月球簡單 嗯 其實沒有想太多 就是想說來專心做一個我可能很喜愛的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做一些曲子 然後 嗯 其實這些曲子的話就是隨便亂弄了 就是扔在旁邊這樣子 然後其實沒有一個主體這樣 對 那我就是想說 那不如說我有一個譬如說一個藍圖 譬如說我要蓋101大樓 對 然後把我所有的idea 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歌 都放在這樣一個藍圖上 就是可以把它做成 就是一個比較 對 可以永久一點的東西 對 就是過去有很多散落的 散落在各地 就是跟idea 然後你想要把它整合 對 那後來呢 在第一年碰到什麼事 對 其實跨路之後有兩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是我了解就是說 經費上頭是很龐大的 對 尤其我又這麼想要做這麼大的劇 對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發現我的程度不夠 然後我找的partner他也不懂 所以呢 問題是我又不是認 又不是說錢很多 在這個圈子裡頭 又不是在這個圈子裡 認識很多 所以其實 其實要找這種有名的人啊 或是聘請國外的這些writer來幫你寫的話 又沒有經費來聘請 所以就確實是這種 就是自己跟他抹 就是跟他寫寫出來東西的話 就邀請朋友來給我們一些feedback 就是這樣子的過程 一年一年一年每一次都有讀本 每一次讀本 然後呢讀本的時候呢 就邀請一些老師啊 外國的演員啊等等 然後呢就給我們feedback feedback之後呢 我現在再回頭看那些九年前做的作品 其實就有點像高中的那種音樂劇啊 高中學生做出來的音樂劇 其實程度還不夠 但是每一年就一直進步進步進步 進步到說到去年的時候 其實艾悅聽了我的音樂 然後Jeffrey聽了我的東西 然後看了我的劇本 他其實都覺得說哇 這是可以來做的 你真的很毅力驚人耶 其實你對於實現自己的夢想 有一個很強的意志力 剛開始的話是就是興趣 第一年的話其實我有三次想放棄 然後很嚴重的一個想放棄 但是我就是回到那個最終 感動我要寫這一齣劇 因為它這一齣劇的核心 它其實是探討的 人與人之間的這樣一個關係 一個愛的關係 所以其實這個力量其實說 因為我本身有信仰 我覺得這個部分讓我重新感動 我說你不要放棄 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這個三次想要放棄之後呢 就沒有放棄這兩個字了 真的 然後我就 就往前衝了 十字也要把它做完 對 就是變成一種責任要把它完成 是 是 這樣講我真的非常期待 《重返熱藍者》這個劇 感覺上會是一個 值得看的 對 對 然後我們也很希望未來 可以 你們可以把它帶上國際 然後告訴世界人 台灣的這段歷史是什麼 是的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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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